严亚伦住家遭搜索 豪宅外九支摄影机狂拍 防众恐冲击买气 抖音网红要乐日前指控严亚伦劈腿 并偷拍性爱画面 三日上午 严亚伦前往妇佑警察队应讯 经一早至少有九家媒体记者 在天母豪宅外面守候 对此 专家认为 此举恐怕影响社区未来买家入手意愿 原因是高资产客群追求隐私 据要乐指称五年前 他16岁时和艺人严亚伦发生关系 遭到严亚伦偷拍性爱影片 由于当时要乐未成年 是零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 将案件交给台北市妇幼警察队侦办 而要乐在上月24日以由律师陪同做笔录 严亚伦经上午9时30分左右 搭乘台北市警局妇幼队的真房车 在两名律师陪同下大北市妇幼队说明 厘清拍摄经过 以及是否违反当事人意愿 同时检警怀疑 严亚伦涉嫌偷拍未成年性爱片部分 为保留证据将搜索其住家及其他相关地点 预计将搜扣平板笔电电脑手机等 相关3C物品进行过滤查证 根据报道 严亚伦位于天母豪宅今日中午 有不少警员进出调查 对于豪宅著名人 不少媒体在外等候跟拍 是否冲击社区行情 对此 台湾房屋天母中城特许家能店店长林嘉胜认为 本身影响买气 仍在行情价格与社区规划 景观及环境较有关系 但是 社区有名人当邻居有好有坏 一方面是房价能受名人光环加持 另一方面是 名人若爆出负面新闻 社区外观容易曝光媒体版面 恐怕让注重隐私的高资产客 未来入手该社区缩手 严亚伦至今仍未返回家中 现场目前有道批媒体守候 住户进出也引起讨论 不过稍早一名管理员驱赶现场媒体表示 严亚伦已将房子卖掉 弄钱不住在这 下午三点他也将前往士林地检署复训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